你啊 就是典型的当妈是择偶 所有的事情大包大揽 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儿子 而不是恋人 所以造成了他今天这样啊 你有50%的责任 所以一定不要大包大揽 如果谈恋爱就轻轻松松的谈恋爱 不要当妈一样的去谈恋爱 太累了 而你呢就是那种典型的 眼高手低 叫这个工作苦 觉得那个工作累 这个世界上哪个工作不累啊 我告诉你一个真理 努力不苦 不努力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苦 你现在偷得懒 以后都会成为你的债 要来偿还的 不要以什么去看他 什么爱他 所以没有时间工作为借口 这都是你以我爱你为方式 做尽了自私的事情 所以先学会成长吧 成长为一个男人 懂得担当 懂得男人的责任是什么之后 再来谈感情 祝你们幸福吧 小李啊 我刚才没数清楚 你到底是辞过几次 好也要尽了 这样吧 就会讲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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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